中共的网络攻击引起各国政府关注 荷兰情报与安全机构AIVD就指出 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家对荷兰采取了攻击性的网络战略 借此损害荷兰的利益 面对种种资安威胁 台湾在这场战役中有一定的机会 作为市场资金的资金 我认为这些资金的资金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些资金的资金是有很多资金 你可能不在所有城市 所以所有城市都必须保护 但有些城市有学习 也认为这些资金的资金 我认为台湾是一种资金的资金 根据IDC公布的半年度全世界安全支出指南 2020年全球安全市场需求将达到1016亿美元 其中又以美国市场需求最大 台湾资安以及新创企业 想要抢攻国际市场这块大饼 政府的扶植就更显重要 我认为政府 就像任何政府都可以支持开发行业 帮助他们能够实现实生活的情况 开发行业很多时候 他们不可以做这些 所以你能够建设计划 有些地方 经济部今年更举办了为期两天的国际资安新创交流活动 邀请了国内外创投国际级资安加速器来台 期望透过搭建资通讯产业与国际创投 进行资金跟技术的交流媒合 提升国内资安的国际竞争力 新唐人艾特电视高见的赵婷玉 他们台北采访报导 我想像我们一边资金多太帜的消息 想法来点资金多太推荐 期望 栖的支持湖 优优独播剧场